DF 欢迎懂,大四喜送�os,包饮头,尾汤 晚上美丽在线还有新晚,还恶 trước 本早上来是大四喜 先看一看 宜本輝喜馬峰王 今天首風極順 但宜本輝第三場的第四名 稍收鴿都要守成日本一年馬師王 歡迎收看今晚的賽侯你怎樣看 即是宋瑞賽 其實今天的賽事 也有些冷門的配角出現 問問卡先生 怎樣看今天的田草賽事 各場頭馬的成績 卡先生 未看今天的賽事之前 先跟大家拜過早年 因為我們很少機會 剛剛踏入兔年 剛剛過了梓池 跟大家見面 今年比較特別 祝大家健康愉快 百毒不侵 沒錯 身體健康最重要 馬長當然馬雲亨通 做生意的朋友 今年所有事都開了 賺個盤滿盤滿 在這裡我先祝大家 兔年希望大家可以兔年迎新稅 期期都可以中彩金和獎金 今天七早三來的賽事 算下去潘頓都一如既往 交多個好的成績 但反而今天 有些側心馬都閃閃身 進來一隻的大冷卻 卡先生 今天開場前 有些同事就說 我們說潘頓 看看今季有沒有機會衝擊200輪 他自己定的目標是107 107我覺得很容易 現在你看他的比例 平均贏兩場幾 一年八十八日 你承下去已經170多場 有些朋友就說 何宅耀可不可以衝擊100輪 看完今天 暫時好像潘頓衝擊200 機會稍為大些 因為第二位的之爭 都不是何宅耀獨大 你又多了蘇紹輝 報民聽說又騎到貴尾 現在想入旨 再加上其他稀威心的那些 你不會說一面倒 拿到這麼多的座棋下手 那第二名 就算現在何宅耀 叫做這個階段 有些優勢 但是否真的可以持續到貴尾 我不是說十分很肯定 這個都要爭的 所以你去到100場的話 其實這個阻力不小 其實也 不過也是一個挺好的挑戰 都可以試一試 到時看看怎樣 看看本日的割場投賣資料 今天的賽事 其實算下去的水準 又不是場場都那麼厲害 不過說到廉馬斯方面 今天都爭得挺均勢的 但最後二碗輝 稍稍贏少少 就封倒本日的廉馬斯王 很多位廉馬斯拿28分 多了幾個第四 是的 由二碗輝賽項 偉大喜馬 看看這個圖 先看看這個圖 說到今天那三場一定是禮地賽 場地又怎樣看呢 擺前走 今天是正常的泥地模式 擺前走 不過可能今天也是短途賽為主 今天吹東南風 不是吹北風 美英烈菲也未至於太后 那奈蘭兩邊 終蝶一邊 外碟是交不到頭馬 都是三場 看看大家怎樣去浪漠 至於那七場的操地賽 大家又怎樣去觀望呢 整體而言 好像終蝶上來 比較厲害 另外 晴王這次上來的勢力很好 沒有制無阻 大浪門有海島才子 好像跟在中間的馬 比較好 外面都不吃虧 今天外面不差 不過內蘭要說贏 差一點點 那奈蘭沒有頭馬 終蝶五邊 而外碟是有兩隻衝贏的 好 那就馬上看看頭場 頭場就是泥地千二米 出馬滿額大熱 是三號的姓伊隆 高班泥地賽打頭陣 起步的時候 平安歡聲中一中 幸好判頓沒有問題 出得最快是經典之聲 來當那邊是家應精英 灰馬的平安歡聲中一中 似乎影響不大 很快就跟在前面 反而第四會的姓伊隆 起步之後都很黏 然後讓愛高飛 大家是否發覺鏡頭小的馬 是呀 有隻馬來彈曼 集中的聲耀王者 暫時都沒有拍到他 跑到差不多入彎 前面是經典之聲 要帶頭他沒有多大困難 速度快過了 帶不帶得到 暫時帶著剛才 平安歡聲跟著他很緊 兩幾馬位之後 就加了應精英 然後聖義龍 由起步開始 到現在都未停過手 一直要騎著迫著他 讓愛高飛就跟著他後面 包括那隻聲耀王者 看到了嗎 還未看到 看到了 剛剛有個影 好 進來直路的時候 前面還是經典之聲帶頭 平安歡聲 你看潘頓的手勢 都好像大把手一樣 慢慢騎著 跟著上來的家應精英 反而著緊 要跟著平安歡聲 然後聖義龍 已經砌得不得了 不斷打 最爆買的時候 前面 平安歡聲過了經典之聲 大邊車輪邊打 就是家應精英 一直威脅著平安歡聲 不過也是威脅 實際過不去 跟著第一名平安歡聲 第二名家應精英 第三名 讓愛高飛後上拿了 第四名是聖義龍 馬王級賠率的聖義龍 跑過僅頸四 六隻馬跑 都算是爆滿的 這場 不過其實為何會去到馬王級賠率 十幾元 十四元 沒輸過 那些馬特別吸引 對 大家有沒有留意一下 負磅的壓力 其實很大 這場 今季沒輸過 今季跑來你 這場一家家十三磅 看第三名 第三名就是五號 楊國股飛 映映少少 頭場分暖時間 頭暖23至71 第二段是21月87 半暖23秒3 賽事時間 1分8秒8 你這個問題 其實因為沒有馬 揹得到飛 家應精英都見了 平安歡聲跑過一次 泥地很頑皮 而且你想著這場 平安歡聲 很大機會亡空 跑一馬亡空 多時會搶口 一搶口 他跑得不太好 今天歡頓真厲害 幾步雖然中一中 但跟著二碟亡空 他不太搶 不過可能跟前面的經典之聲 夠快 他就沒有那麼辛苦 但怎樣也好 起步 那一下他忠一忠 其實我覺得有點危險 嘴向地 真是 畢竟都夠穩健的賽職 以及有胸性 更加適合追 不過這場賽事 有大萬集 數到四號的聲耀王者 他需要四集合格 才可以再次出來跑 是的 他就是大萬集 但原來差不多到終點 他都追回不少 看來泥地 他應該都可以處理得到 是的 這場賽事只有六隻馬馬 跑泥地賽 大萬集 就要看看之後 再次的情況會怎樣 不如看看另一場的泥地 來到第二場 就是五班千熱的泥地賽 大熱 在陸窩 奧華衛衛 跑完高班 跑低班 這場五班千熱 起步的時候出得最快 同盟力量快點 來檔那邊 顏色王子 六三超班 都快 現身是無名區 外檔埋近有金剛石 馬群中間淺藍衫 鋼鐵覆升 來檔那邊 藍衫 就是黑羅地亞 坐艷 就是玉樹林峰 再接著是安田之寶 紅衫外檔 那一批是雲萊媽寶 在美國三筆 暫時 奧華衛衛在其中 內檔還有金瓶一號 包緊尾 是當家信心 開始入彎的時候 前面拍著貨 顏色王子 霸著藍 二碟是同盟力量 碟藍上到第三位 超班 金剛石 這麼早就騎 再接著是鋼鐵覆升 出了外檔 然後蒙明區也挺挺挺 打內檔 樹林峰 反而奧華衛衛 開始出外檔 跟安田之寶一起出 有些進展 在美國三筆 金瓶一號 當家信心 外檔那一批是雲萊媽寶 入隊之後三碗米泛米的時候 前面顏色王子 突然間這裏 都帶了兩個多馬威出來 跟著那些馬 同盟力量被他拋離 超班就沒有想 內檔玉樹林峰都不厲害 外檔上那些是奧華衛衛 還有百多米的時候 前面都拿著三個馬威的優勢 顏色王子看來就賺贏了 後面爭第奧華衛衛 和同盟力量 結果第一名就是顏色王子 奧華衛衛第二 同盟力量第三 第四名上到來 當家信心 奧華衛衛 剛才跟超班都泵了一下 其實在這條路程上名 過往 他草地真的不行 這場賽事 見到顏色王子的單旗領防 沒有那麼迫他 終於贏了馬 往事就無法結尾 今天就有前有後 但這場也有些馬 可以追一下跟進 不妨跟進 第二名就是陸奧華衛衛 這是大二門來的 第二場分短時間 頭對年23至49 第二位21秒8 每對年23至63 賽事時間1分8秒92 好,看一個數據圖 剛才說到偉達和希偉森合作的成績 今季上名有27% 另外12月至今 其實攻勢都不錯 達到40% 今天騎連有兩隻馬合作 分別有一圈一隻 上名的成績 以後都要跟實 這對騎連近期合作如何 其實近期很多時候 泥地比較離聚 但今天我看了三場 都算是利放 如果你看這場的時間 這場是五班 頭場是二班 只差了0.04秒 其實只差了四個班 可以見頭場的步速偏慢 這場可能偏快一點 說起步速 如果說頭兩段 第五班這場比高班那場 所謂顏色王子 雖然回來是有些轉弱的 還有整體完成時間 當然不夠高班那場 但不是差很遠 過往也無法接近 今天可以這樣實實在在 放回來 本身有實際進步 對,因為今場 被單騎的動作回來 一點都不弱 有看一看 例如剛才說過 今場有一些追的馬 閃閃心能 拉閃的機步 有些看頭 就數到十一號的雲來孖寶 好,在這場五班賽當中 其實那個評價又如何 下次應該繼續進步 我又不是說十分大信心 他現在的能力提升了很多 不過今天他所處的處境 在外諜那裡 有跟一隻歪歪歪 一堆撞了撞 撞失了步運 其實都挺惡劣的 回來追到幾步 現在今天他有獎金名次 看看究竟能否持續下去 因為這些馬一連兩場都會 開始追一下馬 現在大概23分 那你說馬上贏 我又不敢說 但是你說那些位置 因為他現在在淘汰邊緣 起碼拿化一個位置 這方面的鬥志 我相信就不用懷疑 慢慢跟進 希望他再有進步 可以贏一場 因為這場畢竟有五班水準 大家要重新評價一下 下次有得追一下 會不會在近 看上去頭兩場泥地賽 我們斷足方面又研究完畢 看看第三場的草地賽 我們又會怎樣和大家拆解